17 位老師都完全同意這個案子 所以這個案子的修復在用計畫同意審查通過 謝謝 我們下一案 審議案 5 歷史建築 台大醫院 舊拐西指波爐市 談洗衣房及煙囪 修復期待利用計畫審查案提起審議 檔案依據《魔法資產保存法》第2430條 促進修復期待利用辦法第1319條 辦理情形1 本區106年4月24日公告登錄 台大醫院舊拐西指波爐市函洗衣房及煙囪委 歷史建築 檔案歷史建築管理機關國立桃園大學醫學院護設醫院 委託旁慨社區設計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辦理 修復在利用計畫 本區109年8月19日邀請委員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 1. 本建物原則上因醫現行圖管建築消防等法規辦理 場經檢視有無法符合法令之處 請提送因醫計畫至本局審查 2. 本案請醫委員意見修正後 專請委員書審 3. 本局續請委員書面審查 結論是修正後通過 並請醫委員意見修正後 檢送報告書至本省議會審查 4. 本案於109年11月20日辦理說明文 以下是歷史建築的公告 這是地籍地形圖 那這是建物的照片 備註台大醫院舊管西紙鍋爐士函 洗衣房及煙囪與107年進行解體工程 目前解體構建站至台大醫院及台大竹北校區 那以下請建築師結束報告 麻煩林先生對別人 好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重點報告 本案經過前一階段的歷史調查 有幾個重點想要補充一下 第一個就是 波魯煌跟洗衣房的座落位置 經過考證是在日本殖兵初期的衛淑監獄的地點 前一階段有經過一些掛掘 但並沒有殘存地下做造物 那經過歷史考證 其實在台北醫院的募造時期 已經有了第一代的洗衣房跟鑄讀所 位置大概在現在的3C 4C中間 那在進行專教時期改造的時候 在現在的5C跟6C中間也掩蓋過了第二代的專教 波魯煌而且也有煙囑 那所以在考證的結果 其實我們現在所談的波魯煌跟洗衣房 已算第三代 那這個第三代主要就是 整個大正時期的專教改造計畫裡面的最後期的一個重點 那在戰後 因為他經過轟炸有大規模的受損 所以在這個戰後有經過當時的省政府修復 然後也在1947年用美元計畫 由基態工程師辦理了第二次的修復 我們解體前看到的那個成果 其實就是那個基態工程師所修復的成果 然後在2016年到2017年之間 那因為保存 所以就經過了這個公告 然後解體戰製 以及重組工程的審查的這個程序 一直到今天 進行這個修復在地用計畫的這個 那我們從圖上可以看到 他原本的位置是在這個 整個Client-C值的這個 現在紅框虛線的位置 那重組後要移回的位置是在 比較比原來的位置稍微偏東南方一點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是很接近原有的 只是它並不是完全在原有的位置 但是考量到整個健康大樓 新建構的一些地下室的重要設施 那它的特性的部分很無庸置疑的 第一本就是大政時期的臺北醫院的整個改造 由近藤十郎這個總統府的 銀善客的技師所主導的 那這個後期的時候 特別為了這一個 等於是這個後勤建築 進行過了許多地方的考察之後的一個修正成果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煙囪是由日本東洋 壓縮諸師會社所營造的 那這個其實在台灣 包括這個華山藝衛園區的現在的那個煙囪 其實也是在紫平時期的時候 由這個東洋壓縮諸師會社所營造 那當時落成的時候 42公尺是整個臺北最高的建築物 那這個醫院的類型 其實應該是說台灣近代醫院的後勤建築 最早出現的一個現代化的典型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原先的設計在1914年的時候 它還是跟本館並動一樣 呈現這種各動式的這個平行排列的方式 那到了金城市場到美國的考察之後 將這個分動式的後勤建築 整合成一個比較複合功能的建築 那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是跟那個 鍋爐房最主要的那個煙囪 蒸氣管的那個動線結成距離有關 第二個當然是跟人流跟物流的這個分控 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這是一個類型上的特徵 第二個是在風格上面 它有兩個特徵 第一個是延續整個這個 這個專造改造時期的一個大的特徵 就是紅瓦 然後這個水瓶帶等等的裝飾特徵 但是因應它是後期的這種後勤建築 所以做了大幅度的簡化 裝飾性的元素只有出現在主路口 那但是替代的是更多的 比如說浮壁柱這種力學上的考量 跟室內這種大型飄高空間的這個特徵上面 那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第三個是它反映了1920年代 在整個台灣的鋼琴火力圖的營造技術的成熟度 那特別是在我們對照了這個台北 台大醫院的西池的古蹟的部分 其實包含它的承重牆的頂端的圈樑 這是一個在這個時期出現的一個構造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瓦西柱梁 跟這個圈樑所形成的一個框架系統 那它的基礎 它的火力圖板貫穿這個承重牆到全走 這個具有防禮的功能 那這個大概可以反映到 到1920年其實整個營造技術在我們圖上面的成熟度 在煙囪也是同樣的 就是42公尺高的煙囪 它是從一個外徑31公分 外徑3米漸變到2米半 然後外壁厚度30公分 然後它都是雙層雙向的鋼筋配置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成熟的一個營造技術 而它的頂部也配置這個防火鑽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見證 那個年代的一些營造技術 那在這個特徵之下 我們列了這個修復的原則 主要是分成三個層級 第一個層級就是原貌保存 那主要是特別是這個外觀 所以現在拆解的這個 這個承重外牆 它未來從主後必須保留它的外觀 第二個 那個原本在1946年就是戰爭受損之後 那當時的省政府的修復工程 其實是把這個葫蘆坊東面 面向中山南路的這個主要理念 從紅瓦的外貌 改成這個水泥粉刷的外貌 那當時是個簡便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我們在這個時候 從原貌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覺得它可以在這次的修復工程裡面 讓它恢復成原有的紅瓦外貌 第三個 它有一部分是 因為在這個國路訪之後 在隔幾年其實有增建一個 叫做人技團的辦公室 那當時這個外牆 變成人技團辦公室的一個乾燥室的內牆 那這個歷史的痕跡 我們建議它能保留下來 作為後續的這個外貌展示的一部分 那這是第一層級 那室內的空間的部分 主要針對過爐式跟洗衣房跟消毒房 這三個大空間 我們希望能夠保留它的殼具 而不要去更動它的隔間 也因此它有一幾道牆在拆解的時候 它是已經受水了 那它需要把它修復回來 第二層級的部分 就是針對一些原有的結構 但是已經在拆解過程中受水的 要去仿原貌來重組 那主要就是針對這個RCE的助養 那它的外牆的門窗一些受水的部分 如果不堪用的 那需要以原形式由一台磁來復原 然後它在第三個層級的部分 就是因應它後續的再利用 它有一些室內的隔間牆是可以更動的 最主要就是一樓的這個聯合工房 因為這個工房是一個小型的工作空間 那整個拆解的過程中 其實這些隔壁堂都已經不在 那考量到未來的再利用用途 我們是認為這個部分是列為第三層級 就是說它可以因應再利用的想法來統一更動 那其餘的部分包括煙囪的外貌 包括這個在利用的時候所因應的一些現代化的設施設備 那這是在第三層級的部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它的修復比較重點是在重組的補強 那因為原有的建築物需要座落在健康道理的地下室上面 所以它其實主要的構造會跟健康道理的這個新的結構體做一個整合 能夠增加它的耐震能力 那包括了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基礎 那基礎利用它原有的當時解體的這個地下的這個支撐鋼樑 能夠跟新的地下室的頂板 新作的鋼板能夠相結合 然後能夠增加這個耐震能力 那第二個是牆 牆體的結合的部分會預埋這個鋼柱 然後這個鋼柱會跟這個鋼梁 跟地下室形成一個鋼性結構 那第三個就是煙囪的部分 煙囪會利用地下設置裝基礎 然後地上這個14段的管壁之間 會用它的內徑的部分會用鋼板來加固 然後管壁之間會加設這個防震的耐震 很沉澱 那這個是都是為了未來 這個重組之後的耐震能力受考量的 那整個外貌大概就是回復 那整個在利用的部分 我們就是以展示作為主要考量 所以在它的空間的部分 它為了出入口是從中山藍路進出 然後連接這個健康大樓 那考量北側的醫院的主要病患的 那個出入的人有比較多 所以我們採用東側來作為它的主要入口 那它的內部空間 我們將霍爐室洗衣房跟消毒室 分成三個主要空間作為三個常設展 那其餘在內部設置一些服務性的空間 包括小型的辦公室 然後包括小型的服務台 跟這個紀念品販售的空間 那未來的主要空間 它會有一個展示的計畫 那我們那個初步的 就將這三個主要空間做一個展示序列 所以包含了主要空間 是作為整個台大醫院七指的發展過程的展示 然後在洗衣房的部分 會作為台大醫院在台灣近代醫療室 這個主要的事蹟的講述 然後在消毒房的部分 會作為這個西指後庭建築的這個講述 我最後就是重點講一下 就是因應計畫的部分 我們那個會 重組的時候會符合這個現代的法令 那除了幾個是需要以提依的計畫 第一個是圖管的見地率 那見地率主要考量是因為 有一些事蹟所以會希望能夠同意用因應計畫 第二個部分現在建管跟消防 它主要就是會增設一支逃生病案體 以及那個它的屋頂的海燕 會利用這個因應計畫來處理 無加愛的部分會增設無加愛電體 那 不好意思這個超過時間 我簡單報告到這裡為止 謝謝 感謝林健老師這邊的說明 那台大醫院這邊有沒有要補充 好那沒有 那老師們針對這個案子有沒有要提問 或是修教的部分 好 如果我們老師們沒有 針對小組的決議有 其他的一件 我們是不是來進行投票 這些 我們要請進行投票 我們的坨子 我先進行投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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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 謝謝 謝謝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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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